好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要继续来读 《路加冰》二十三章 我们今天你们要从 三十二节读到三十八节 我们进来读 又有两个犯人 和耶稣一同带来主使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就在那里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又定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王赦领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彼丁就研究 分旁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主也辞笑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拯救的 可以救自己吧 彼丁也戏弄他 他也想打注 给他和罗说 你若是犹太人的话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里上 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话 丢前面 这是犹太人的话 竟然算一个非常悲惨的状况里面 丢前面 这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 可是丢前面 可是圣经里面 在诗篇里面讲到 耶稣受死的这一段 有一段来形容耶稣 他说他像什么 他像新郎出动方法 像太阳一样 光辉耀耀的出来 所以丢前面从人来看 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候 是不是 最辛苦的时候 可是丢前面 耶稣没有接受人的同情 因为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现在正在受生产之苦 他要把教会生出来 他要把教会生出来 对丢前面感谢主 下面的人都说 你救别人 你救别人 你算了吧 你救救你自己好了 你救你自己 你先来救你自己 那丢前面 耶稣能够救自己吗 如果他要救自己 他就能救 所以感谢神 有一首诗歌 在我们的导读文里面 我就把这首诗歌的歌词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就写在上面 那也许你不会唱 所以我想我唱一次给你们听 他不能救自己 必须是独肉的 不然天悟门 来救荒凉罪人 真得神得自当流血 罪人才能喜得情结 罪人才能喜得情结 这首诗歌在两百年前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每一个人都会唱的一诗歌 已经流传了两百年 可是到现在已经很少人会唱这样的诗歌 他不能救自己 他必须实在十字架上 不然恩典无门 来救荒凉罪人 真的神的儿子当流血 罪人才能够喜得情结 罪人才能够喜得情结 第二节他说 他不能救自己成全公益 必须成全公益 为什么 他要不能救自己 因为他要成全公益 我罪人当有刑法 需要他来被杀 律法非此不能还清 非此 罪恶不能宽戴 第三节说 他不能救自己 因为他是代替信他的人 站立在罪人的死地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担当信徒一切的罪义 最后一节他说 他不能救自己 这爱怎么样呢 他不能救自己 这爱哪有此极呢 我们的心虽然冷淡 这爱叫他发出感赞 对不对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读这一段圣经 我就觉得很新奇 我说我如果是耶稣的话 你们竟然敢笑我 叫我说我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下来 我就下来给你们看 我下来给你们看 让你们吓一跳 然后我再上去 很好笑 那时候我就这样想 弟兄姐妹 耶稣没有这样做 感谢主 耶稣没有这样做 耶稣不能救他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来救 他来做我 我可以天天在十字架 我可以自己下来 我不能下来 弟兄姐妹 耶稣为我的缘故 他不能下十字架 他不能下十字架 他不能救自己 弟兄姐妹不是他真的不能救自己 而是他因为 他站在你我的位置上 所以他不能救自己 别人怎么笑他 不能够动摇他 他就是定义要拯救你 拯救我 所以他定义 他就是不下来 他就不下来 弟兄姐妹我就在想 其实他只要 我们常常在这么痛苦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要一脱离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 立刻就舒服了 对不对 我想如果 当然我被定在十字架上 我是没办法 可是耶稣真的有办法 他真的可以下来 他只要一下来 所有的痛苦都过去了 是不是 可是六姐妹 他忍耐六个钟头 在十字架上 六个钟头 你知道在十字架上 因为全身被悬挂起来 所以他要吸一口气 他必须要用他的脚 把自己身体撑起来 可是他的脚 你知道定准对不对 久了以后他就麻痹 可是你不要动他 你动他他就会 就会 你就会感受到一个 撕裂的痛苦 所以他每次要吸一口气 他就必须要 忍受那个痛苦 可是如果他不忍受这个痛苦 他就 他就立刻就窒息 所以他的身体 正在一个非常大的承受 非常大的痛苦 他要吸一口气 他就会承受这个 这么大痛 他如果不承 不愿意 不受这个苦 他就 他就没有办法吸一口气 丢姐妹 如果是我真的想要下来 可是他为我的缘故 他没有下来 神 爱死我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丢姐妹 我们感谢阿爸父母 我们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他被挂在书架上 他有足够的能力救他自己 可是他们也救自己 这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起始 其实在人中间也是这样 你救你自己 让你自己舒服别人 救受苦 很多的母亲 很多的母亲 其实在他做小姐的时候 他也是很爱睡 他一睡可以睡一早上 可是当他做了妈妈 孩子一哭 他就起来 难道他不爱睡呢 他不愿意再多睡一点点 不是 他为了孩子 他不能救他的自己 他必须要起来 丢姐妹 在人中当中 人世间当中 永远是这样子 你愿意承担别人的错 你愿意担当别人的罪过 丢姐妹 如果你要救你自己 你就不能够救别人 所以 在多年之后 保罗认识了十字架 伟大的记号 他就说 他说 死在我身上发动 生就在你的身上发动 他说 我情愿与基督一同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丢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不然 恩典救我们 如果耶稣救他的自己 恩 那 公义就没有办法成全 丢姐妹 感谢主 我们听见十字架的口号是什么 就是 丢他十字架 丢他十字架 这些人多么的无情无意 是不是 耶稣用乌合饼 两条鱼 喂饱了他们 他們吃过 耶稣所 所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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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生的神机的鱼 吃过神机的鱼 他们的病人 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病人 在耶稣的面前被医治 甚至他们自己也是被医治过的人 但丢姐妹 当那天他们竟然坐在 在那一群的人当中 他们送到祭司长文师 他们的调动 他们就在那边宣告 对耶稣说定他十字架 弟兄姐妹 但是你知道 十字架上的呼声是什么 十字架的呼声是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哦弟兄姐妹 这个不能救自己的主 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老书 我不知道 在你生命当中 有没有人得罪到你 让你一生受苦 说呢 弟兄姐妹 不要救你自己 感性情愿 承受这个苦 弟兄姐妹 结果是神 神就在别人身上 伏通 我们要效仿 主耶稣说父啊 顺利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他们不救他的自己 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也效仿他的路 我也不救我的自己 当我非常痛 别人误会我 别人 别人 污蔑我 我很想要保护自己的事 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说 不要为自己 神愿 了解吗 为什么 上帝要替你神愿 感谢主 每一天 我们看见我们的主 在前面 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心又果的路 耶稣说 他知道 当你在试探当中 耶稣知道 他了解你的软弱 他了解你的感受 但是 容许 主耶稣 来保护你 让容许 耶稣基督 四面围绕你 用他的安慰 来安慰你的心 知道 他是你的主 他祝你 一生的责任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不知道 你被弃绝吗 耶稣也是一样 被弃绝 你知道 在十字架上 他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 以利 以利 在他痛苦的当中 他 他已经与 你说他与无伦次 他用的竟然是 他的母语 就是亚兰语 就是以利 以利 不是他 他平常讲的话 他平常是讲希伯来话 希伯来话的意思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 以弃我 听姐妹 你知道 他在地上 从来没有经事 称上帝 称我的神 他永远是称 神是我的父 是不是 只有在这个时刻 他被弃绝 他被父弃绝 以至于 他站在我的位置上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丢结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耶稣 尽被人弃绝 也被神弃绝 他被弃绝到一个地步 是这样 完全的被弃绝 但是他说 最后一句 他说什么 他说 成 他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天父 对我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一直到他断绝 他没有救自己 所以对我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跟随耶稣基督 走一条不一样的人生 不救你自己 对我姐妹 不救你自己 你救了救了别人 你就救了 许多成人的人 传福音不就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我要 我要去用热脸去贴人的人 他凭什么 对我姐妹不凭什么 就凭什么 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不救我们自己 我们就可以救很多人 上帝赐福给你 与你同在 阿们